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 知天下事 欢迎收听Howard的关键英语教室 周一到周五 每天带给你反应社会脉动的关键字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Howard 今天来介绍一个这十年吧 逐渐流行起来的词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 它是一个很有文化概念的一种网路互动情况 这样说吧 因为照字面来说slide是滑 那如果跳舞的时候有时候舞步是用滑步的 那也会用slide滑过去 那滑手机这样子的一个把手机滑开解锁 也叫做slide 当然也有人会用swipe 那我们先拼一下slide slide slide 我们今天的片语是sliding sliding into dms 滑进dm里头 什么意思啊 待会来讲啊 那我刚刚的swipe也拼一下swipe 滑手机在荧幕上面触碰滑动 都叫做slide或者是swipe 大家可以记一下咯 那我们进到今天的单字 sliding into dms 今天的词sliding into dms 最早最早是在网路上 当然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网路的事情 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个网友他在twitter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推特 他问到说 wonder who you're sliding into dms with 好它是一个很简略的写法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会跟谁在网路上面 偷偷跑到私讯区去讲话呢 有这种感觉 因为那个slide是滑嘛 就是一种 它会偷偷摸摸的 并不是光明正大的跳出来 或者是冲过去 而是用slide滑过去的 意思就是有一点点想要低调 不被大家直接大动作的发现 那dm到底是什么 dm是一个很简单的缩写 叫做私讯啦 direct messages direct messages 就是私讯 其实啊 现在在各个社群网路 也很容易看到dm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一个贴文写说 想要了解详情的话 请私讯 他就会写说dm for more dm for more 那这个dm你可以解释成 direct messages 意思是当动词的概念 就是send a direct message to me for more 直接发送私讯 或者是把dm当成一个名词的概念 就是私讯 direct messages 一种名词的概念 那这里sliding into DMs 当然就是名词的概念咯 进到私讯区 或者是收件夹的意思 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偷偷摸摸的 用滑的呢 或者有人讲开来会说 sliding into direct messages 因为啊 他有一点点害羞 有一点点私密感 就是你偷偷跟一个名人 或者是知名的一个账号 传私讯 这种感觉啦 我想到一个很适合 诠释的中文词汇 我们叫做私约 大家有时候现在会办开玩笑 就是在比如说公开留言的地方 讲说 提到了某件事情 或者说 下次一起去 比如说唱歌啊 或是一起去哪里玩啊 然后就会有人写说 啊 公开约好害羞哦 我们私约 就是私下跟你再约的意思 那表示了很多的好交情 或者是 诶 有私交 后续还有很多可能性 这种感觉 而不是直接一切都是公开在网路上 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交流 那这种DM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那当然我们看不到别人的DM 到底在聊什么东西 所以就给人无限的遐想啦 所以说这个词也很有趣 就sliding into DMs 就让大家有一点想说 诶 你在跟谁私约 甚至带有一点点这种调情的想象 就是诶 会不会是在 偷偷的建立交情 建立感情 发私讯的这种感觉 那sliding into DMs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像是一个笑话 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起源嘛 在Twitter上面人家说 Wonder who you're sliding into DMs with 意思就是 诶你都跟谁偷传私讯啊 那你就可以想象网友会来闹嘛 大家就会来留言 写出一些 大家可能意料之外的 不是传统概念上 帅哥美女的名人等等 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等等 所以这个sliding into DMs 一开始有点趣味 可是到后来越来越口语化 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大家就会讲说 Hey you're sliding into DMs with somebody 就会问说 你是不是在跟谁偷传私讯啊 这种感觉 但现在也有一些人会 抱持另外的看法 认为说 你跟对方不一定熟 你们就sliding into DMs 是不是会有点打扰别人 我想大家在这个时代 多多少少 有机会收到陌生讯息 那陌生讯息有大多数的 应该就真的是陌生人 可是有少数是 你生活中其实知道他是谁 但是又不一定有交情 那这种就会很适用在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liding into DMs的感觉 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点回也不是 不回也不是 那就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sliding into DMs 有点困扰 有点麻烦 所以大家在用DMs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边界 你的范围 还要注意到对方的意愿 跟兴趣 也还蛮关键的 那就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其他人 尊重其他人 这是一个当代很重要的议题 sliding into DMs要注意的 那我们听一下例句吧 We met at a party and afterwards He slid into my DMs 好 这里出现了 slide的过去是 slid 注意发音 slid 很多同学的那个 I的声音 不小心发太长了 就会变slee的 slee的 听起来就变成别的字 它是很短很短的 小小短短的半拍 叫slid slid 要练习一下 大家可能会不太熟悉这种 哇 舌头要很快收回来的感觉 He slid He slid into my DMs slid 可以一起练习另外一个很接近的字 叫做slip slip slip就是不小心滑掉了 或是不小心滑倒了 都叫做slip slip 因为这两个字长得有点像嘛 而且前面的发音也都一样 就是slid跟slip 大家可以练习参照一下 那我们这边的slid 是slide的过去式 意思是说 我们才在派对上认识 他马上就私讯我了 He slid into my DMs 那这句话一讲出来以后 你身边的朋友 感觉就会开始八卦 就是说 他传什么给你啊 你们聊什么啊 这种感觉 所以是非常当代的口语的 We met at a party and afterwards he slid into my DMs 那就是一个八卦话题的开始 好 例句 number two After the concert Erin decided to try and slide into the artist's DMs 哇 在音乐会之后 或是演唱会之后呢 Erin他就决定要试试看 他就slide into the artist's DMs 那artist可以是艺术家 音乐表演者 也可以是艺人嘛 那这边因为concert 没有很明白 我们先假定 他是音乐会好了 那就是这个演出家 或音乐家的私讯 哇 那Erin实在是 受这个音乐会 大受感动 所以他忍不住 要传一个私讯给对方 好 那当然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说真的 有一些名人 他还是真的会看自己的私讯 但也有一些名人的私讯 完全是交给经纪公司 或是经纪人管的 所以啊 我觉得奉劝大家 传这些DM的时候 还是不要透露 过多的个人讯息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对方 是谁在持有这个账号 所以这边 小小给大家一个提醒啦 好 例句 第三句 No.3 Megan is so popular Guys are always trying to slide into her DMs Megan很受大家欢迎啊 男生都想要 传私讯给他 Guys are always trying to slide into her DMs 所以大家感觉到 这个slide into DMs了吗 就是那种 跑到私讯区 要传讯息的这个气氛 就有一种 私下要跟对方讲话 私约的这种感觉 就slide into DMs 那slide into DMs 有好有坏 有一些人透过slide into DMs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真的这种故事还不少 就是在网路上 你真的 长期关注对方的公开贴文 或者是公开的一些 你说文章也好 或作品也罢 后来就忍不住那个粉丝 或者是读者受众的小告白 也许你们会意外发现一些 你们共同的兴趣或朋友 就从此变成朋友了 这种事情真的在网路时代 非常的常见 但也有一些人会在slide into DMs的时候 有很负面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这边整理到 2021年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 她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 自己被陌生人骚扰的经历 她就开始说 她收到了一些不好的私讯 那私讯里面有性暗示 有侮辱的言论 那这种slide into DMs 当然让大家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更要去反思 就像我刚刚说的 要保护自己 要尊重其他人 才可以让整个网路社会更好吧 好 所以slide into DMs 就是进到私讯信箱去 传讯息 私约 私下联络 这种感觉 slide into DMs 那在今天这集结束之前呢 也想要鼓励大家 虽然刚讲的不一定是很好的例子 可是对于我们 关键英语教室的Instagram来说呢 随时欢迎大家 slide into our DMs 真的可以传私讯给我们哦 很多听友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关键英语教室 有Instagram的账号 很用心持续都在维护跟更新 那也尽量解答大家的 英文学习的疑难杂症啦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对节目的建议 都欢迎传到 我们关键英语教室的 Instagram的私讯栏 所以 Welcome to slide into our DMs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 Hauer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 知天下识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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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